公開透明 柯文哲 沒有什麼要分章 沒有什麼不可以公開的 柯文哲 民眾黨 明天全部公開透明 才能夠把這個事情 在大家的面前 呈現說你們沒有在分章 大家請教朗東 因為你看喔 如果既然要談的話 那柯文哲應該對自己很有信心 那很有信心 妹妹不是要選立委嗎 那幹嘛不掛民眾黨 要掛五黨籍呢 當然不能掛 因為一掛的話 就給藍營有個藉口說 啊 你看 你要扯我們鄭鄭前的後腿 所以才故意派自己的妹妹出來選 所以他就演一組很爛的戲 就說是妹妹 柯文哲是控制不住 啊 這個柯美蘭很想選 想選的心喔 已經呢 這個是 柯文哲是沒辦法控制他 那其實哥哥跟妹妹 你確實可以把他分開來看 可是問題在於什麼 8月3號的時候 聯合報獨家就講說 柯文哲勸進包妹柯美蘭參選 所有媒體那時候都會在報導 也就卻一件事情就是說 柯美蘭自己沒有很想選啊 是柯文哲一直凹他出來選 那就是一開始劇本沒有寫好嘛 後來呢 這劇本寫好之後呢 整個三百六十度掉轉喔 變成是柯美蘭自己很想選 柯文哲也沒有辦法勸他 那你就只有暗中出宮 你一開始講的話才是真的 那這就表示柯文哲就想要騙大家 那我怎麼樣這樣呢 因為柯文哲跟高宏安已經貌合審理啊 我還是要跟大家複習一下 高宏安的貴人是此啊 一開始在支撤會嘛 然後呢在支撤會有人照他 然後就去那邊一邊呢 就完宣去出國拿到博士 然後論文還是跟其他人一起和諧的 還有著作權爭議 然後郭董 然後郭董之後又要到柯文哲民眾黨 民眾黨之後又到宣明治 到宣董 宣董呢現在也跟他切割了 說什麼那個回建築是我介紹 可是後續跟我沒關係 就是說現在高宏安是倉議的人啊 那所以高宏安過人在這邊的時候 跟柯文哲已經隔了兩代了 有點距離跟隔合了 那對於高宏安來講 他跟政政前世媽記媽記 整天活動都出席在一起 所以他又沒有要提人 他希望民眾黨呢在新竹不要提人 可是柯文哲呢 他又想要轉穩新竹嘛 他覺得高宏安遲早被停職啊 所以他找一個自己人進去 對 找一個自己進去 他知道立委也選不上 反正讓國民黨也選不上 對他也沒有損失 再者 接下來柯美蘭 如果有知名度之後 下一次的市長 所以是說妹妹可能立委也選不上 他只是出來試水溫 是為了要接替高宏安的市長位 他沒辦法接高宏安市長 因為高宏安被停職的時候 是副市長變代理市長 那因為高宏安的副市長 不想要找柯文哲想要的人 例如說副市長直接找柯美蘭 柯美蘭就不會選立委了 可是因為他副市長現在懸而未決嘛 所以柯文哲就覺得 你副市長一直不讓我去指派人選 那我就派我妹妹 啊 去整你 讓你們那個贈贈錢也選不上 這個就是柯文哲 他一個很心機很重的地方 他用這個方式去跟高宏安 等於是變相切割跟宣戰 但是他又不想要跟國民黨 公開撕破臉 要不然那個黃金組合 手下一做就說 柯文哲你可不可以把你妹妹勸回去 不是啊 可是大家知道 他在病患病患有什麼好那個 反正派你妹出來選的話 就是要跟藍衣撕破臉 所以柯文哲這時候就有藉口 沒有啦 是我妹妹自己想選 對 一開始的報導我錯了 是我妹妹自己想選 我勸不住她 那這場場戲就是這麼的爛 不然蔡壁如這個我一定要講一下 因為我金庸你啊 我講金庸我可以講三個小時 你沒有看小說你就不要講嘛對不對 你講那邊就今天有的沒的 所以這個意思是什麼 重點不是在於你有看小說 還是你去看周星馳的版本 因為周星馳我也很喜歡 雖然他現在變中共那一派的人 那問題是在於是說 你如果只有看周星馳 你就是說你只有看影集而已 你就不要假裝你有看小說 那就像是說你不會寫論文 你就不要假裝你會寫論文 還敢要論文被撤銷 所以柯文哲身邊不滿了這種桃骨六仙 然後柯文哲本身就是丁吞丘 天文八部裡面的 整天在那邊 揚醒吶喊 然後底下每個人就師父 那邊二公送的 神功護體 這我覺得對於民眾來講 他派出柯美蘭這一期 前後說謊 其實對柯文哲的誠信 是有很大的傷害 好 所以明明沒有那麼高 就不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但是你看看柯美蘭 有辦法站在柯文哲的肩膀上嗎 我們其他小邦級 因為你看柯美蘭到底要不要選 從勸進議員很高爭取徵招 反對他參選 還不要徵招 然後之後就說柯美蘭 早就確定是無黨籍了 沒有談過 好 現在高宏安說要不要幫他站台 黨中央決定為主 這句話什麼意思 黨中央現在他如果是用無黨籍的話 那就跟高宏安沒有關係 高宏安已經講得很白了 就是柯美蘭要選 就是因為我安安 我現在土城離我很近了 所以我很心慌 我覺得這個也是 今天的這個報導的一部分 但我覺得柯文哲或者是民眾黨 特別是在新竹 難道他們有一種特異功能 這種特異功能就是演嗎 我為什麼這樣講 這篇功能 這篇的這個報導 柯美蘭怎麼說的 沒有人會為了哥哥出來選 然後他怎麼講 他說自己當初出來選的時候 並沒有接觸柯文哲 因為對方也很忙 誰會講哥哥是叫對方啊 然後又抱著順其自然的態度 後來因為消息釋出 柯文哲也按耐不住 然後兩個人用Line 約了一下 在禮拜天見面 然後閒聊怎麼樣 你要不要參選啊 你要不要參選啊 結果柯美蘭堅持參選 這個跟剛才 這個宇世直雄辯的那個臉書 其實講的是不一樣 這個跟我們的過去 我們現在可以Google到一些新聞 也是不一樣 但我現在要講的是 柯美蘭為什麼他現在會參選 而且為什麼要用無黨籍參選 其實第一個 就是藍白河勢必會在新竹破局 我不甩你國民黨啦 那因為反正我跟你國民黨 也沒什麼好合作的 那現在呢 更壞的一個情況是 我如果在這個新竹 用民眾黨選舉的話 那勢必接下來 明天要談的這個藍白河 好像在這邊就有一根 這個眼中刺一樣 所以我乾脆我在昨天 我就宣布我用無黨籍來選 這是他第一個 第二個呢 他為什麼一定要來參選 就是剛才朗東跟我的看法是一樣 因為高鴻安在這一個禮拜 他去這個法院 他去應訓的時候 已經我們大家從過去 去年一直討論到現在 一大堆的證據 其實都攤在這裡 但他還可以睜著眼睛說瞎話 他還可以挑戰我們大家的智慧 他的目的無非就是希望 他的訴訟期能夠延長 他希望他能夠做市長 多做一天就一天 因為他心裡知道 土城離他近了 土城離他近了 那怎麼辦 我可不可以指定我的副市長 我如果聽柯文哲的話 柯文哲他就去指定他的副市長 所以現在乾脆柯美來 先在新竹選 先試水溫 那因為安安土城進了 懶懶來了 雖然想要益川哥 洪安很委屈 他昨天出席活動還唱歌 聽到歌說最近事情蠻多的 但是眼淚不能流下來 一流下來的話 媒體就可以做新聞 他不會這樣誤著說 趕快眼淚快掉下來了 會不會 他那天出庭的時候 就已經很哽咽了 大家看得也心疼 因為他就戴著口罩 那口罩的下面 你是因為安安還是請勤心疼 都有啦 因為他們兩個 那一天剛好台北 書局在影印紙拍賣 影印紙 你說那個卷宗啦 影印紙啦 就他們不是去報了一堆影印紙 原來是拍賣的時候 就火車站那裡有一個書局在拍賣 一個人掀勾一箱啦 所以他們每一個人就報一箱 那時候沒有進去說 從頭到尾都沒有打開 沒有人在提示證物的時候 是自己報的 那個都是事先就要交給律師的 哪有在現場默起的 現場默起 我看法官也不會受 因為一定要律師 律師跟法院對嘛 對說你今天交來的是什麼 高宏安最近這一陣子的訴訟策略 除了拖延以外 他可能還會開始訴求悲情 因為他那一天有講得很清楚 他說 我很感謝我那些助理 我也沒有怪小兔 小兔會這樣弄 其實都是李俊毅弄的 就李俊毅留下來的 小兔就這樣弄 其實我也沒有怪小兔 那三個人 另外那三個助理主任 因為他們可能也是被逼的 被逼的 因為說他們的律師 高宏安的律師還在說那三個認罪 是不是真的認罪 然後他們 他的意思就是在提醒那三位說 其實你們都沒有事 我也不知道你們為什麼要認罪 你們都沒有錯 你們也沒有去倒領助理費 你們本來就有加班 本來就有上班 你們為什麼要跟檢察官講說 我們領出來之後 那個錢其實不是我們的 高宏安從頭到尾都在講這個 然後他在那個庭上他直接說 說什麼他自己的學歷 然後他自己的一些多厲害的表現 什麼立法院評鑑什麼第一名 他以為這段頂管的法官 會把他當成台大 然後就是什麼 匪陶匪 然後知策會鴻海 把他當偶像嗎 會把你當偶像的 只有竹科媽媽的小朋友 會覺得安安市長很棒 很會讀書 只有這些小朋友會把你當偶像而已 可是在法庭裡頭 全部講的都是證據了 所以你這一些訴求 當然可以訴諸這一個社會 所以他昨天講說 什麼最近的什麼心情怎麼樣 但是我不能低下一滴類 因為他是新竹的父母官 一定要很堅強 但是他其實有很多的委屈 而且他說一留下來 媒體就可以做新聞 對 然後就是他其實很委屈 但是他也要忍下來 對於這樣的一個三十幾歲的女孩子 其實我們看的真的很心疼 那怎麼樣 不要再讓我們心疼 就是你把真相說一說 然後趕快承認 然後趕快去裡面蹲一蹲 你的人生 你的人生還可以再重啟 最多講他親你 背你 然後你如果統統承認 我也會幫你求情 就說年少無知 年少輕狂 不可以做過這個 大家可以幫你求情 你四十幾歲出來 還是有另外一片天 而且主要是藍白河這個議題是 因為的確這個非綠的選民 或是國民黨和民眾 很多支持的 希望看到藍白河 那的確我們喊了這麼多個月了 民眾喊了這麼多個月 大家不願意坐下來嗎 那這個時候至少願意坐下來 你看之前郭董講說要這個什麼 請大家喝咖啡喝奶茶的時候 也沒人願意坐下來啊 那這個實質上有進行所謂 進入所謂深水區開始談的話 那當然以國民黨或侯友宜立場 就是我們基本上不是預設前提 那代表什麼都可以談嘛 那什麼都可以談呢 當然包含不管總統副總統 甚至是葛魁惠子等等類似 都會進去所謂談判的一個內容裡面 那你必須你知道 兩個彼此放話放那麼久 民眾黨也講出那麼多底線了 但他現在也願意退讓嘛 一開始民眾黨其實有說啦 這個王三江有說一定要公開透明嘛 對不對 那我們提出的要求是說 我們可以全程錄影 那如果未來雙方如果真的有爭議的話 我們去公開錄影的內容 好 那當然很多人說 你談判過程不要黑相愛 你應該公開透明啊 但老實講這兩個在初步在接觸過程裡面 其實我覺得的確有些話是必須私底下 兩個好好把... 但我覺得你們現在比較退讓耶 因為柯文哲開出的條件是辯論啊 跟民調啊 現在看起來你們對辯論這個是OK的是不是 辯論侯友宜其實有講啊 就是說侯友宜直接說啦 他口才沒那麼便急 但是他過去也經歷過兩次新北市市長選舉 那基本上辯論他是不會擔心不會害怕的 他只是說把事情好好地講出來 好 但要請教一下任俊哥 因為這個談我也覺得要聽誰的呢 因為你看喔 侯友宜說什麼呢 我會尊重朱宜倫 但朱宜倫也會尊重他 我相信在裡面呢 一定會扮演這個角色 但既然我當主帥就要預嫁清真 要意思是還是要聽我的嘛 好 重點就是 那你說要談什麼 柯正瑩的底線就是辯論跟民調 侯友宜就說公開嫌東嫌西怎麼結婚 可是這一場婚姻看起來 就是一個不幸福的開始 要先訂婚 總要先提親 問題是誰要負責提親的這件事 老實講辯論加民調這件沒有這麼難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如果他今天願意辯論 那就辯論完之後立刻做民調 對 這樣就好了 至於你們要怎麼去選幾家公司 你們自己喬好就可以了 我覺得這是最少 因為國民黨很喜歡把事情搞得很複雜 你知道嗎 記不記得當時侯友宜出現的時候 先量化 量化不對之後還要再直化 為什麼要搞那麼複雜 就是因為心裡面已經有答案了 就是你可能已經有一個想定的目標 答案就已經決定好了 只是為了想辦法把答案抽出來 這就是為什麼到現在為止 郭台銘翻臉 國民黨現在看起來 就是完全不想再談郭台銘了 就是你要玩就給你自己去玩 也都不碰了 所以就回來看 就是說看起來明天的那個陣仗 金普聰再加上黃建廷 我認為兩個要扮黑白臉 黃建廷看起來 就是大家覺得說 他這個什麼處事能力也很好 人很圓滑 但是這件事情其實當時跟郭台銘 就是破功了 因為郭台銘就認為說 怎麼跟我談談 談到最後是我誤解 還是你不會講話搞不清楚 那金普聰的角色 雖然他現在講說 他也沒有說堅持說不能合作 或是怎樣 但問題就回來了 大家還是會回來看的是 那明天這兩個人是意見是一致的嗎 如果這兩個人意見一致 其實不需要兩邊都派 你就充分授權對方 因為你兩個人都代表國民黨 代表兩邊不信任對方 諸侯不信任對方 就是其實不用那麼複雜 就是說兩個別 所以我唯一能夠理解 大概兩個人要扮黑白臉 一個可能說可以 一個說不行 或是怎樣 那這個就很奇怪 所以我就說說 我認為對於這個非綠的陣營來講 大家還是會認為說 明天最少是一個開端 那這個會前看起來1點半的時候 是不是先有一個會前的記者會 然後大家聊一聊 那會後是不是好像不知道4點半 是不是也有一個記者會出來說說說 我也不認為中間後來會有在什麼 什麼什麼質疑的衝突點 因為很簡單 如果今天要辯論 按照民眾黨的說法 黃山他們就講法說要三個 要三場的辯論 明天的時間是10月14號 黃山其實有劃下一條線 10月底的時候 如果沒有一個結果 那就是選到底了 只剩兩個禮拜的時間 怎麼去辯出三場辯論 對 我覺得這就是個問題 我認為國民黨明天要談之前 應該針對事情要有一個副案 如果你要談 這件事情你必定要有一個副案 你要怎麼樣去面對 如果你不要 你要不要具體提出一個東西 沒有什麼不預設體驗 大家坐在那裡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 不然你說 你先說 你說 大家說我們兩個人 那也很奇怪 所以我覺得可能對於國民黨來講 現在大家其實看的 還是國民黨這場戲 如果今天國民黨真的有一個想法 或者是怎樣要合作 你看連趙少康都可以提了 趙少康都講說什麼 六成比民調 然後什麼四成看政黨實力什麼的 這都是個方法 總比到現在為止 明天都要談了 國民黨還講說 我們不要預設底線 不要預設底線 那就是去擺爛 講白就是這樣 幹嘛做這場戲 就沒有必要 所以我認為這有沒有一個 可能會變成就是說 好吧你們都講要合作 要怎樣 大家都有這個期待 好不然大家坐起來好了 坐起來好了 坐起來 如果談不成功 最少我坐上來了 符合社會期望 不要當罪人的意思 會不會成為罪人 還不知道 所以我剛剛就講 就是說最少如果就兩方的這個看法 目前的這個進展來講 民眾黨最少提出了一個 大家認為是一個 可以談論的方向 那國民黨都不願意碰 那都不願意碰 你就講一個預設 我都不預設立場 都這樣 也沒有這種談判法的啦 也沒有這種談法的啦 因為現在不是還有兩個月 不是還有什麼一年的時間 那跟國民黨你可以自己 黨內自己玩無限期的延長 那個你可以這樣搞 現在對於整個的選戰到目前為止 真正final的定案 只有兩個禮拜的時間點 那國民黨你要不要先整合一下 你自己的內部 真的有共識的話 不用搞這麼複雜啦